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什么 我们新皮肤是朝敌人撒钱 这摇身一变成公子哥了吧 那皮肤来源是此次圆梦大赛的获奖者 白解令最终荣获7600万票 何其可贺 皮肤以皮球天鹿兽的设定作为主题元素 贯彻了整个设计当中 传说皮球作为五大瑞兽之一 帮助炎黄二弟作战有空 被刺攻为天鹿兽 意为白解有大富大贵平安喜乐的寓意 且古人爱认为盛世通地乃及其器 服饰与瑞兽周遭采用了五地钱加一点缀 在这里取地鞋招服之意 加上背后火焰型的举身光 让几种要素之间的联系更加和谐紧密 那此之外 黑白服饰是传统的水墨色 配红饰金也寓意祥瑞 互服瘦手且瘦口闲环 是震慑敌人和顾佑一方的武力代表 而红发则彰显萌 张扬热烈的性格 与瑞兽周遭燃烧的火焰相互映衬 在驱邪度厄的地域上 更有一些少年意气的感觉 让我正式喜欢 但最让人眼前一样的还是特效 在一线程的图室里 我们可以看到祥云和铜钱 这祥云我估计是萌亚红怒状态下出发的 皮球我们都知道 只进不出怎么会撒钱呢 做法辟邪妖魔溃散 也算是变相拿钱打人了 嘿嘿 愿望成真了 那二技能 打出一道火焰 技能在到达葡萄落扁时散开 化作几道分散的刘焰剑尸 在开启大招序离时 会在周身出现一只较大的瑞兽动画 先具材 后撒钱 具体可以参考苏利的玄武制 压迫感直接拉满 这一套技能下来 白解定在整个特效运用上 与人物本身采用了同样的 祥云火焰和铜钱纹路 无论是视觉效果 还是其背后的寓意都浑然一体 更加凸显这款皮肤的强锐特征 那有这么好的皮肤 想必在上线时 还会迎来一波加强 大家知道萌亚的伤害虽高 但生存环境一直不太好 那要玩就要玩到机制 可以在一技能介绍里面 增加一个子弹附带装备效果 那墨式剑刀发球流的术章 就最适合他的 扛起两把激光枪 剑人就是叭叭叭 我想不到有哪个英雄 能承受住萌亚的这一艘子弹 OK 强度是有了 但这飘直伤害的显示 我是不太敢想 说好的不是玩手机游戏吗 怎么还冒起烟来了呀 那还有这么一个设定 人在蓄力时 是不能对起进行攻击的 但人都都不讲武德 若是在大招开启蓄力时 加个大体效果 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甚至有点超标的味道 那不得不说啊 网友们的创意是越来越好了 《圆梦》系列到此啊 也凑足了《五路英雄》 这种福利确实很良心了 尤其啊 在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幕后理念时啊 也是让我心生感叹 真是未来可惜啊